第961章 天凤涅槃 石头 那个红衣服的太厉害了 你可不要再让俺去对付他 有几条命也不够用 彩儿用翅膀拍了拍胸脯 有些惊魂未定地说道 石木此刻脑海中的痛楚 已经缓解过来 身影一晃 拉开了和火涂的距离 赵检 他怎么会在这里 彩儿看着赵检 惊讶道 石木眼神一闪 朝着远处的白红看了一眼 道 恐怕是专程来杀我的吧 因为九转玄公的宿命 他和赵检 注定只能有一个人活到最后 当日离开五颜星时 他并未太过小心 应该是被白红看到了 将他的行踪告诉了赵检 石木脸色有些不好看 一个火图 他已经有些因故不暇 再加一个赵检 就更加难以对付 石木 你说的没错 若是你继续躲在五颜星 倒还真不好对你下手 不过真是天助我也 你竟然自己离开了五颜星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太久 哈哈 赵检飞了过来 和火图互称鸡脚 围住了石木 口中哈哈大笑 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石木目光闪烁 心中念头急转起来 钟秀既然不在这里 他其实已没必要 继续留在此处 和一名仙江死磕 只是他一旦离开 天凤一族的处境堪忧 就在此刻 一道顿光 从远处飞射而来 一闪落在了近处 现出一个金袍女子 手中捧着一个 银色罗盘法宝 骑饼火图仙江 属下已经找到 天凤秘境的所在 就在凤鸣鼓中 金袍女子声音有些兴奋 不好 石盟主 快走 赵珠鸣闻言 面色一变 大声喝道 说吧 其当先飞起 朝着凤鸣鼓的方向 飞驰而去 踩而闻言 反应最快 立即鼓动双翅 追了过去 残余的天凤族人 也是光芒闪动 纷纷跟了上去 石木剑状 也从前方撤了回来 跟随着赵珠鸣 飞驰而去 修走 赵俭剑状 大鹤一声 双手在身前一个交错 大片三色烈焰 汹涌而出 化为一股炙热飓风 朝石木席卷去 石木双目金光一闪 手中翻天棍猛的一个横扫 一下幻化成 重重棍影地迎了上去 炙热飓风与棍影一接触下 顿时化为一股股热气地 互相抵消而面 赵俭还要在追 一旁 却传来火徒的声音 让他们走 赵俭一正 有些不解地望向火徒 不过手中动作 还是停了下来 石蒙主 我族中的涅槃凤燕射击重大 一定不能落入天庭之手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石蒙主能否答应 赵俭鸣犹豫再三之后 一边飞顿 一边传音给石木说道 朱鸣长老但说无妨 石木回道 涅槃凤燕 就在凤鸣谷的天坑相连的 一处秘境之中 那里有一处守卫秘境的大阵 若能将火徒引至那里 或许就能够将其除掉了 赵俭鸣传音说道 哦 朱鸣长老需要我做什么 石木听罢 这我没问道 大阵就在秘境入口 需要我天凤族人以秘书启动 我希望石蒙主 能够以进入秘境来作为诱饵 引诱火徒进入天坑 届时我会封闭秘境 转而打开大阵 将其诛杀在天坑中 赵俭鸣传音说道 诱饵 石木闻言 微微一正 若是石蒙主觉得不妥 在下不敢勉强 赵俭鸣见此 连忙说道 此举有何风险 还请朱鸣长提前老言明 石木眉头一挑 说道 他心中清楚 目前能与火徒抗衡一二的 也只有他了 故而对方才会提出 让其作为诱饵 也是形势所逼 石蒙主若没能在火徒 追入天坑之前进入秘境 我开启静置化 你便会和火徒一起 被困入大阵之中 此乃危险之一 另外 在大阵困杀火徒之前 我不能重新开启秘境 否则火徒便会借机 进入秘境之中 所以 石蒙主在那之前 都只能待在秘境之中 此乃危险之二 赵朱鸣传音道 处在秘境之中 有何危险之处 石木有些意外 继续传音问道 石蒙主妾不可尝试 接触涅槃盛宴 否则难保不落的肉身成尽 原神为辉的下场 赵朱鸣传音说道 语气郑重无比 朱鸣长老 这涅槃凤宴 到底是何物 石木问道 实不相瞒 这涅槃凤宴 乃是关乎 我天凤族传承的 至高之宴 据传是真灵天凤涅盘 众生所化 其中蕴含着这天地之间 最为玄傲的火焰法则 并以诞生灵石 端地神庙非凡 所以才会惹来 火徒这般觊觎 只是若非本族族长 或圣女接近 必遭其反噬 赵朱鸣解释道 好 我答应你 石木听罢 心中一动 沉思良久 还是点头应道 多谢石蒙主大恩 天凤族必将铭记于心 赵朱鸣闻言 激动万分地说道 不好 火徒追上来了 石木出言 打断赵朱鸣说话 神色凝重道 话音刚落 呼的一声响 一道百丈余长的 惊艳火龙 张着巨口 朝着石木等人 撕咬了过来 朱鸣长老 你们先走 我再次设法挡他一挡 随后就到 石木飞快说道 身形一顿地停了下来 赵朱鸣见状 牙关一咬 带着众人继续飞驰 石头 踩而略微停顿了一下 回头叫了一声后 也朝着凤鸣鼓的方向飞去了 石木悬空而立 手上法掘飞快掐动 三面鼓帆飞舞而出 呈鼎立之势分布 上面亮起赤红光芒 只见一道火光亮起 一头百丈余高的火焰巨猿 从鼓帆之中奔腾而出 冲向了那道火龙 轰的一声巨响 火源巨大的拳头 猛然砸在了火龙头顶 半空之中 大团火光四散炸裂 却是火源的手臂寸寸碎裂 如同一片火雨般散落了下来 金色火龙龙头后仰 倒退树杖后 又冲了上来 和断臂的火源撕扯在了一起 石木手上法掘掐动 悬火翻上火光再闪 有一头巨大的火焰猛虎奔腾而出 朝着金色火龙扑了过去 而后 其身子一转 继续朝着凤鸣鼓的方向飞了过去 然而 他才刚一转身 就听到身后一阵响动 回头一看 就发现 无论是火焰巨猿 还是火焰猛虎 都已经被树到巨大火刃 切割成了碎片 消散开来 火徒手中赤色折扇轻摇 从后方不紧不慢地飘身追了上来 石木眉头一皱 手掌连连挥动 九面残破古番 也随之飞舞而出 围在三面玄火番外围 与之构成了一个新的法阵 此法阵一出 古番之上传出的火热之气 愈发强盛 虽然还未有火焰燃起 但灼灼热力 已经将周围的水气 蒸腾给不断气化 即 石木口中轻斥一声 手上法觉飞快变幻 只见十二面古番之上 光芒大作 番体流转不息 三面玄火番上的灼热火力 接连流入九面副番之中 使得原本残破的副番 看起来也变得如同完整一般 九面副番之上 火光暴闪 上面浮现出一个个圆形的灵力波幅 一头头火焰长龙 从中一点点探出头来 片刻之后 九到五十余丈长的火焰长龙 从九面副番之上飞舞而出 张牙舞爪地飞向火图 这九道火龙与之前石木 在秘境试炼中所见的外观 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威力却是逊色不少 呼 九道火龙巨口大张 九道粗壮的赤红火焰 一起从口中喷涌而出 化作一片赤裂火海 涌动着十丈于高的火浪 拍向火图 石木也不多看 一挥手收回十二面古番 转身飞盾而走 一路急行 石木穿过山谷 静止来到谷中最深处 赵朱铭等人 早已经等在了那里 石头 彩儿眼见石木飞来 欣喜叫道 朱铭长老 准备得如何了 石木一落下身来 立即问道 已经准备就绪 石蒙主你看 赵朱铭指着身前的天坑说道 石木顺着对方所指俯身望去 就见天坑底部 早已经被乱世填满 根本没有什么入口之类的所在 不过 其目光一转 就发现在天坑的内壁之上 不少地方都镌刻着一些奇异的火焰图案 小子 以为凭借区区九龙火阵 就想阻我 这时 一道声音默然在半空中响起 石木眉头不由一皱 他知道方才的火龙挡不住火图 却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被他破开 追了上来 赵朱铭神色也变得无比紧张 就是现在 赵朱铭传音给石木 石木微微点了点头 石蒙主 这涅槃凤焰就交给你了 无论如何 不能让其落入天庭之手 赵朱铭突然朗声喊道 说吧 其手上法觉连点 口中默默迎送起秘咒 只端树道火焰飞舞而出 直奔天坑之中而去 只见那些火焰 纷纷投入火焰图案之中 内壁上的火焰图案 立即燃烧了起来 天坑中亮起了 一层火焰光幕 火图一见这道光幕出现 脸上立即浮现出 一丝火热之色 身形一动 就朝下方落了下来 石木抬头看了一眼火图 纵身一跃 先踏一步落入光幕之中 而在其落入光幕之前 身上突然窜出一团乌光 迎着追过来的火图冲了上来 第962章 祖灵 滚开 火图眼见秘境就在眼前 爆喝一声道 其手中火光闪动 朝着那团乌光打去 然而 那道乌光在冲至他身前的时候 只是一闪便飞出了天坑 并未真的阻挡于他 乌光飞出天坑 一闪之下落在了彩儿身旁 化作一个周身魔气的高大男子 却是石木的那具身外化身 火图一击成空 身形直奔天坑而去 眼见器就要冲入那片火焰光幕之中的时候 赵珠明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鬼笑 就在这时 那片光幕竟然呼的一下 凭空消失了 砰的一声众响 火图的身影 猛然砸入了天坑底部 直将其中的碎石砸成了粉碎 化作一团烟尘 从坑底升腾而起 找死 眼见近在咫尺的秘境消失 火图怒声道 其头颅猛的一转 双目之中火焰 欲喷 身形一动 便朝着赵珠明 飞射而来 赵珠明神色漠然 手中法绝呼的一变 天坑底部立即传来 隆隆的轰鸣之声 九道赤色光柱 从乱石堆中猛然冲出 在顶部画出一道火红光幕 直接将天坑牢牢封死 砰的一声闷响 火图的身子 猛然撞在了 那道火红光幕上 被反震了回去 落入了坑底 火图大燃 赵珍等人见状一惊 就在此时 九道赤色光柱之上 纷纷浮现出一道道赤红符纹 一股强大无比的火焰气息 从中传了出来 这是 流火杀阵 火图眉头一挑 喃喃道 转眼间 九道赤色光柱之上 火焰涌动 开始长出一片片 如同树叶般的火焰长刃 彼此交错 显得十分复杂茂密 呼的一声清响 如同风露山林一般 那些树叶般的火刃 纷纷抖动起来 继而开始旋转起来 呼呼呼 随着呼啸之声 逐渐变大 赤色光柱上的火焰长刃 纷纷旋转起来 速度越来越快 火势越来越大 更快就形成了 无数道巨大的风火巨轮 将火图围困在了当中 火图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火光骤然大涨 一道球形火焰领域 豁然张开 火红色的光幕扩张开来 将周围火焰长刃 纷纷逼退 枪枪枪 一阵金属摩擦般的刺耳声音响起 无数火焰长刃 切割在火图的领域 带起一片刺目的火花 赵俭眉眼一横 对身旁的金袍女子 使了个眼色 金袍女子微微点头 手捧着银色罗盘法宝 飞身朝天坑上方飞去 赵俭则手腕一番 取出一杆银色长脊 挤身一挺 朝着赵诸铭等人袭了过去 枪的一声锐响 一道红光闪过 一柄宽大的血色长剑 从一旁刺出 架住了赵俭的长脊 持剑之人周身摩气涌动 正是石木的身外化身 其一语不发 手中血色残剑红光一闪 向上扫去 直将赵俭逼退竖杖 赵俭冷哼一声 再度挺枪刺出 两人厮杀在了一处 无耻叛徒 受死吧 半空中一声爆合响起 白皮眼中一团火光 骤然放大 惊得他连忙闭了开来 只见赵俭明 已经周身火焰缭绕 杀气腾腾地冲了上来 在其身后 还有数名天凤族人 也都是满眼仇恨之色地 冲他袭来 白皮心知 这些人是为了 给自己的族长等人报仇 心中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 下意识地就想避退开来 二长老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时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白红的声音 白红不知何时 已化作巨猿形态 猛然从他的身旁跃了过去 与天凤族人厮杀在了一起 白皮眼中光芒一闪 面上浮现出一丝绝燃之色 身上光芒大亮 也朝着天凤族人杀了过去 彩儿身形在剩余的 天凤族伤者中盘旋 目光则不断在战场上扫尸 当其目光扫过天坑中时 漠然瞅见 一个金色身影正飞也是的 朝那里飞去 当即说道 你们跟俺一起上 千万不能让那个火徒被救出来 否则此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说吧 其震翅高飞而起 身上神静气息释放而出 张口喷出一道绿色火云 直冲那金袍女子而去 天凤族人见状 有些受伤较轻上能行动者 纷纷怒吼着 随其冲了上去 石木从那道火焰光幕中穿身而过 并未落入天坑底部 他只感到自己 仿佛进入了一道幽长的黑色隧道 在里面穿行了好一会儿 双脚才重新落到了实处 落定之后 他的目光四扫 就发现自己此刻 正身处在一片漆黑的空间中 周围幽暗深邃 有一种幽深无边的感觉 这里就是天凤族的秘境 一片漆黑虚无 正在石木感到十分诧异的时候 距离他数百丈远的地方 突然亮起了一道红色光芒 在那处光芒之中 出现了一棵高于百丈的巨大火铜树 石木感受到树上传来的纯正火焰气息 心中微压 不由自主地朝着那棵火铜树走了过去 走到近前 石木才发现 这棵火铜树 比他远观时看到的还要巨大 只见这棵火铜树 食人荷豹的粗壮树干 笔直冲天 上面开散出成千上万道分支 密密麻麻之满整个主干 在这些分支上端 一片片巴掌大小的赤红色火铜树叶 相互演映 相互交叠 显得十分茂密繁盛 此地之中虽然无风 那棵巨大的火铜树 却在微微摇摆着 那节奏韵律就仿佛在呼吸一般 上面层层叠叠的火铜叶 红的火热 红的灿烂 仿佛一片热烈火海 石木双目盯着这片美丽火海 一时间竟然有些沉醉 何人入无天凤圣境 这时 一道清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石木漠然一惊 抬手望去 只见主干之上的第二层分之处 上面亮着一道明亮的金色火焰 那火焰形如凤凰 似是有灵 正抬着头颅望着它 在下石木 石木恭敬答道 不知为何 石木在看到这火焰金凤的时候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高贵二子 让他忍不住心生恭敬肃穆之感 如非无天凤后裔 来此作甚 火焰金凤淡然问道 天凤族遭天庭入侵 族长赵映身死 圣女下落不明 族人多遭枪害 死伤无算 而天庭先将火徒一遇到取涅槃凤燕 为阻止他才进入此地 石木如实说道 赵映资质有限 未能得无涅槃传承 圣女忠秀若能化神或有机会 未曾想天凤族尽以蒙难 火焰金凤探道 不知前辈可是天凤族人 石木有些疑惑地问道 无奈天凤族之祖灵 在此守护天凤传承古术 无法离开秘境 火焰金凤答道 如今天凤族危机尚未解除 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 不知石木略一沉吟 说道 如享受我天凤族传承 先不论辱痴心妄想 若无天凤族嫡系血脉 强行接受传承 无异于自寻死路 石木话未说完 被火焰金凤打断道 石木闻言 面上不由地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一 如体内不仅有 弥天巨猿嫡系血脉 竟也有我天凤一族嫡系血脉 就在这时 火焰金凤察觉到 石木身上的特异之处 突然开口说道 石木听罢也是一愣 思索良久才明白过来 拱手说道 前辈 如今天凤族的圣女钟秀 是我的妻子 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的体内才有了天凤族的血脉 火焰金凤闻言 突然从霍虫树干上站起 双目之中金光一闪 便朝石木望来 石木只感到身体突然一僵 脑海中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之感 这种感觉持续了好一会儿 才逐渐退去 如今与本族圣女有如此渊源 也罢 事已至此 如意不算外族 勉强可受无涅槃传承 火焰金凤说道 石木闻言先是一惊 继而又是一喜 惊的是 这祖灵天凤竟然一瞬之间 就对他进行了搜魂 而喜的 则是他同意了 自己接受凤宴传承 多谢前辈成全 石木拱手谢道 涅槃凤宴非比寻常 拥有纯正天凤血脉的圣女本事 最合适人选 乳体内只有少量天凤血脉 故而过程危险 极易失败 若失败化 乳献万劫不复境地 如此滑 如可愿意一世 火焰金凤又问道 自然要是 石木毫不犹豫地朗声达到 语气十分坚决 火焰金凤闻言 双目火光一亮 没有说话 其双翼豁然张开 猛一煽动 便从火铜树干上飞舞而起 直冲高空而去 只见其双翼挥动 身子在半空中盘旋着 飞到了火铜树上空 石木就看到 随着火焰金凤双翼舞动 一点点如同星光般的金色火星 从其双翼之下播撒而出 如同流光火雨一般 洒落在了火铜树上 火铜树从根部最深处 一节连着一节的 亮起赤红色的亮光 一直亮到主干和分支 直到最后 无数火铜树叶的叶脉中 也都亮起了透亮的光芒 整颗火铜树上光斑遍布 明暗相间 看起来绝美异常 让人有种叹为观止之感 第963章 涅槃传承 石木心中震撼 想要看清火铜树的全貌 于是倒退着步子 一点点向后退开了百余杖左右 就在这时 火焰金凤口中 突然发出一声嘹亮凤鸣 双翼默然向两侧大张 漆黑空间煞世间 被映照得红彤彤一片 巨大无比的赤金色双翼 猛的一扇 一道肉眼可见的金色阵风拂过 整个火铜树 都开始猛烈摇摆起来 哗啦啦 一阵树叶摩擦的声音响起 无数片闪着红光的 火铜树叶金光摇曳 从树干之上玻璃开来 飞舞到石木头顶上空 又一片片飘落下来 漫天火红树叶 旋转飞舞 赤影斑驳 画面美艳绝伦 无法言喻 不知为何 石木看着这一幕 心中却是猛的一阵 突然生出极大的警醒 就在此时 第一片红叶落地 燃起了第一团金色火焰 呼 紧接着 第二团 第三团 很快 石木周围方圆数百丈的范围内 燃起了一团团金色火焰 连接成了一片金色火海 一股炽热无比的气息 瞬间席卷而过 只将石木都冲击得 有些抵受不住 石木眼见火海中细密的火焰符纹 心中惊骇无比 显然也没料想到 这火焰之中蕴含的法则之力 竟然如此充沛强大 玄傲高深 它心面一动 手腕立即一个翻转 三道赤红电射而出 化为三面玄火翻 分落在其周围 围着其徐徐旋转 其手中法觉掐动 玄火翻表面灵纹一圈圈亮起 周围火焰涌动 瞬间交织缠绕 撑起了一片玄火空间 将周围的金色火海 阻隔了起来 石木深处于自己的 玄火空间中 神色舒缓几分 方才那种炽热难耐的感觉 终于稍稍减缓了几分 然而不过片刻时间 它眉头再次一挑 玄火空间外围 就开始变得极不稳定起来 玄火空间与周围金色火海 虽然同样都是由火焰构成 但两者之间却并不相容 反而彼此冲撞得十分厉害 简直可以用水火不容来形容 石木还没能宽心片刻 它的玄火空间便轰得一下 有了溃散的趋势 这金色火海的凶悍之处 比它预想的还要更加厉害 石木脸色凝重 双手法掘接连变动不停 周围的三杆玄火帆 旋转速度大增 大片烈焰从中飞卷而出 化为一道赤色光芒 重新将金色火海阻隔了开来 虽然只是不完整的领域 倒也有点样子了 火焰金凤在火铜树上 遥望着这一幕 口中颇为赞赏地说道 石木自然听不到 火焰金凤口中的赞赏言辞 此刻的他眉头紧簇 正全身心地投入在控制领域上 到了此刻 他才真正认识到了 涅槃凤燕的凶险之处 他甚至觉得 一旦领域被攻破 以他的肉身强度 恐怕在这火焰之中 都挨不过三个时辰 而这还只是勉强保命而已 还谈什么完成涅槃凤燕的传承 话虽如此 但他此刻片刻不敢分心怠慢 生怕稍有不慎 被凤燕侵入领域 待领域稍稍稳稳定之后 石木突然赶到 储物界中一阵异动 其手腕向外一翻 九面赤色就翻 立即飞舞而出 如同一杆杆标枪一般 围绕着他的周围落了下来 这九面赤色就翻刚一落下 翻身之上就亮起了赤红色的光芒 与原本徐徐旋转的三杆悬火翻 隐隐呼应 呼的一声响 围绕在领域之外的金色火海 似有所感一般 疯狂涌动起来 猛烈地拍击着赤色光芒 石木能够感受到 这些火焰 似乎是受到了九面鼓翻的影响 才会如此剧烈地狂涌而来 他想起当日修复三面号天悬火翻的场景 眉头不由微微促起 面上浮现出一丝犹豫之色 但仅仅是一吸过后 他的额头微微抬起 眼中亮起一丝光芒 双手呼的一收 赤色光芒顿时消失不见 周围原本被领域阻挡着的火焰 顿时如同脱江之马 一道环形火海不断收缩变小 眼看就要将石木和九面复翻 一起吞没进去 就在此时 九面旧鼓翻上的光芒突然大胜 其上残破的符纹也纷纷亮了起来 汹涌而至的金色火海 立即化为九道粗壮的火盒 上下翻绕 滚滚流动 源源不断地朝着九面鼓翻上冲了过去 鼓翻前方亮起一团团圆形光波 就如同张开了一张饕餐巨口 将涌动而来的火盒 尽数吞没了进去 随着金色火盒的不断汇入 九面鼓翻之上光芒变得无比耀眼 其上残破的地方 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点一点地修复起来 那速度比当日修复三面浩天玄火翻时 更快上了不手 咦 此乃何等灵宝 竟能以涅槃凤燕为源泉 修复自身 火焰金凤看着这一幕 也不禁轻移一生 石木心中更是欣喜无比 手腕连番 将三面玄火翻也取了出来 不知在了自己身侧 不过 三面玄火翻 却似乎对周围的金色火海并无兴趣 上面既无滑光 也无波动 完全不去吞噬那些涅槃凤燕 石木见状也没有太过意外 这玄火翻之前就已经修复完成了 这时候 也的确是不太可能继续吸收火焰了 半课中之后 石木目光朝周围九面覆番上扫尸一遍 发现这九面覆番 应该差不多已修复完成了 然而 那九道火盒的汇入速度呢 却是丝毫不减 依旧源源不断地给古番提供着火力 石木见此 眉头不由地紧促了起来 他发现 这九道火盒的汇入 没有办法自动停下来 若人由这些火焰继续汇入 那这九面覆番最终 定然会因为火力汇入太多 而爆裂被毁的 石木深吸了口气 手上法觉掐动 尝试将九面覆番收回 然而 九面覆番被火盒拖叶着 牢牢地插在地面中 根本无法收回 石木越看心中越是焦急 手中法觉不断变缓 一道赤色光幕缓缓放大 朝着九面覆番笼罩而去 但当赤色光幕移动到火番附近时 就再也难以寸净 无法将九面覆番包裹起来 想以领域阻隔火焰的尝试 也失败了 石木眉头紧紧促起 略意沉思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眉头立即向上挑了起来 片刻之后 其手腕一翻 一本红色点击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正是悬火秘露 之前得到此古籍时 他只是草草翻阅过数次 并未来的即修炼过 他此时取出此书 为的却是一项修炼火焰元神的玄妙法门 仔细阅读一番后 石木将秘露收了起来 心中对自己之前的大胆想法 更多了几分信心 这一修炼法门所行之事 便是用十二面玄火番布下大阵 来从天地圣火中汲取能量 强化修炼者的肉体 同时也为修炼者的元神赋予属性力量 以此来提元神力量 石木此时使用此法 却并非是为了修炼此法门 而是不愿意那九面副番就此毁去 他要通过这一法门 将九面副番上多余的火力 尽数吸收到自己身体之中 这样心中既定完毕后 石木手腕飞快翻动 三面玄火番飞舞而起 在其正前和左右三个方位分别落下 与之前的九面副番 构成一幅天地方圆三才的阵法 而后 其手上飞快打出法绝 口中也默默迎送起玄妙咒语来 只见树道流光从其身上飞出 穿过三面玄火番 继而连通到了九面副番之上 九面副番上的光芒已经亮到了极致 其上积累的能量也已经到了临界点 石木的这树道流光刚一连接 九面副番上的金色光芒 也像是突然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飞快地涌动而出 冲入了三面副番之中 继而汇入了七体内 虽然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在这股力量汇入的一瞬间 石木还是只觉浑身上下的经脉猛的一掌 其中流转的血液似乎刹那间沸腾了一边 忍不住咬牙叫出声来 在他体表之外 一层淡金色的光芒包绕 不断吸收着九面副番上传递来的金光能量 这是涅槃凤燕最为精纯的力量 一瞬间就点燃了石木体内的天凤血脉 其周身脉管之中 血液也逐渐染上金色 开始汹涌奔腾起来 透过其裸露出来的皮肤 可以看到一根根血管 如同一道道金线一般 爬满了他的身体 他只觉得烈火焚身 仿佛血管里流动的不再是血液 而是燃烧着的火焰 那火焰顺着血管 无时无刻不再燃烧锻造着他身体的每一处 在其胸口处 那道赤红小顶的图案浮现出 内里也仿佛燃烧着熊熊惊艳一般 鲜亮无比 几乎要烧破皮肤冲出体表来一般 石木牙关紧咬 胆膝跪了下来 双拳紧握不断地垂打着地面 想要将身体里的疼痛释放出来 然而却是于事无补 这种烧着的疼痛十分清晰 像是烙印一般 烫过他全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肤 呼的一声响 终于 石木体表的那层金色光芒燃烧了起来 化作比火海还要炽热的火焰 将他整个人完全包裹了起来 第九百六十四章 蜕变 身处烈焰之中 石木豁然抬起头来 双目之中赤红一片 竟也燃烧着熊熊烈焰 此刻的他 看起来仿佛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变成了一道火灵 哼 石木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灵台一阵清明 脑海中却浮现出 当年忠秀天凤真血绝醒时的模样 他强压着剧烈的痛苦 翻身坐起 双手收在身前 掐出一个法绝 口中 一时默默迎送起 玄火秘露上的法门口绝 周围火海翻腾不息 滚滚涅槃凤燕不断汇入 亦将石木不断烧灼 石木的身影在火光中渐渐扭曲 变得越来越不真切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金色火海中的光芒逐渐减弱 颜色越来越深 最终竟然变成了赤红之色 而这赤红光芒燃烧了一阵后 却一点点溃散开来 化作一团团巴掌大小的火苗 朝着那棵巨大的火铜树上飞了回去 只见这些火苗 悠悠落回谷树上 竟重新赤光流转地 化作了片片红叶 火焰金凤落回谷树枝干上 双目灼灼 口中发出一声悠长叹息 火海退去之后 空荡荡的地面上 只有十二面悬火帆 还亮着光芒 十目孤身盘坐在鼓帆当中 双目紧闭 周身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在其身旁地面上 能看到一小团白色光芒 如同夜明珠一般 释放着清冷的滑光 而在这白色光芒周围 却还围绕着一圈细小的金色火焰 就在这时 那团夜明珠般的白色光团 突然飞升而起 来到半空之中 缠绕在其上的那道金色火焰 竟突然一闪 从中奋出丝丝丢的金色光芒 在半空中交错勾化 竟形成了一幅微型的人类血管脉络图 紧接着 那团白色光团之中 也开始流出道道耀眼光芒 将这血管脉络图覆盖了起来 只见十二鼓帆之中 亮起一片刺目白光 一个身长大约三寸的微小人形身躯 便从白光之中浮现了出来 其眉眼模样虽然十分微小 但却和石目长得一模一样 赫然便是石目的本命原神 那银白的小人 在石目头顶悬浮片刻后 又颤悠悠绕着他的身躯飞了一圈 似乎是在打量他的身体一般 片刻之后 那原神小人 重新飞回到石目的颠顶之上 落在了其信门处 一闪之下 便汇入了他的石海之中 紧接着 石目便睁开了双眼 其双目之中 神光内敛 泛着金色光芒 他身上的衣袍服饰 与之前没有丝毫变化 但身上传出的气息 却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石目双手紧握成拳 感受着体内的强横无比的力量 脸上露出兴奋满足的神情 如意志坚定 远超无预料 不但得以承受涅槃凤焰 修为更进一步达到神境中期 很好 火凤祖灵开口说道 身上的金色火焰开始飘散 身形在飞快变淡 前辈 石目看到火凤祖灵这般情形 脸色微变 无以无太多时间 能在离去前找到继承者 无心甚畏 火凤祖灵继续说道 今日多谢前辈相助 晚辈才能成功进阶神境中期 感恩不敬 不知前辈可有什么心愿 晚辈定然竭力为您达成 石目肃然行了一礼 说道 有人继承涅槃凤焰 无心愿意了 若说还有什么事情放心不下 就是天凤一族了 火凤祖灵说道 前辈放心 晚辈定然竭力相助 帮助天凤一族度过此次劫难 石目会议 点头说道 好 火凤祖灵只说了一个字 身形便缓缓消散 消失无踪 石目眼中露出一丝感叹 不过他随即摇了摇头 神情变得坚定 此刻不是伤感的时候 外面的情况不知怎么样了 他身体化为一道赤色红光 朝着秘境入口飞去 此时此刻 凤鸣鼓中 激烈的厮杀还在继续 隆隆的巨响传出数百里 大地也不时剧烈颤抖 半空之中 四个身影腾挪飞舞 身上绽放出各色霞光 彼此厮杀 将半个天幕染成各种颜色 四个身影正是照剑 白皮 石目身外化身 以及彩儿 战局情况和一开始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赵俭仍然和石目分身厮杀 不过白皮的对手 却换成了彩儿 地面之上 赵珠鸣站在流火杀阵前 神情肃然 两手挥舞 打出一道道法诀 操控着大阵运转 那十几个天凤族人 此刻却在不远处的半空 全身火光大胜 结成了一个火焰大阵 笼罩住了那个金袍女子 和白红二人 两人在火阵之中 发出一道道猛烈攻击 不过十几个天凤族人 结成的火阵颇为玄妙 承受住了二人的攻击 将两人牢牢困在里面 流火杀阵此刻已经完全激发 那九道赤色光柱表面 尽数被赤色符文覆盖 散发出阵阵法则之力的气息 杀阵中 此刻浮现出百余道 巨大无比的赤色火焰龙卷风 连天接地 那些火焰龙卷风中 无数赤色符文跳跃 即便隔着阵法光幕 从外面也能感觉到 可不得高温 火焰龙卷风位置并不固定 仿佛一条条狂躁的火焰巨蟒 不停游走冲撞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烧成了虚无 整个杀阵之内 出了翻滚的火焰 什么也看不到 赵竹鸣神情没有丝毫放松 目光死死盯着流火杀阵中央 只见那里 隐约能看到一个金色光球 有房屋大小 光球中飞出无数金色符文 隐隐形成数层金色符文光幕 将光球严严实实地保护在里面 无论周围的火焰龙卷风如何冲击 尽数被那些金色符文光幕挡住 里面的金色光球丝毫不动 哼 赵竹鸣冷哼一声 两手飞快掐绝 飞入流火杀阵中 流火杀阵中 九道赤色光柱 一阵赤芒闪烁 杀阵中的无数赤色火焰汇聚 很快凝聚成四到数十丈长的火焰巨剑 散发出可不得气息 赵竹鸣口中念念有词 手臂猛然一挥 四柄火焰巨剑轰然斩下 离此交错着 携带无尽威势 狠狠斩在金色光球上 金色光球周围的符文光幕 剧烈一抖 随即被撕裂开来 四柄火焰巨剑继续劈斩而下 狠狠斩在光球本体上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整个山谷都猛然震战了一下 四柄火焰巨剑一击之后 尽数碎裂开来 重新化为无数赤色火焰 金色光球剧烈颤抖 表面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下一刻轰的一声爆裂开来 一个人影从里面飞出 正是火突 赵珠铭脸上一洗 随即眼中浮现出森森杀鸡 口中飞快念念有词 两手挥舞 流火杀阵中火焰翻滚 一柄接着一柄的火焰巨剑浮现出 转眼间浮现出上白柄火箭 组成一个剑阵 灵力的剑气从火焰巨剑中散发而出 冲涩了整个流火杀阵 死吧 赵珠铭嘀一声 手臂一挥打出一道法诀 上白柄火焰巨剑微微一震 随即尽数飞射而下 斩向了火图而去 气势惊天动地 火图冷哼一声 没有丝毫畏惧 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金光一闪 张开了他的金色火焰领域 轰隆隆 一柄柄火焰巨剑 斩在金色火焰领域上 没斩一下 火焰领域便剧烈颤抖一次 只是金色领域虽然剧烈颤抖 但丝毫没有碎裂的趋势 让赵珠鸣脸色一沉 火图站在领域之中 对于外面的情况丝毫不理 一张口 喷出三颗金色圆珠 并单手一点 三颗金色圆珠飞快长大 转眼间变成磨盘大响 他两手掐绝 身后金光一闪 浮现出一个巨大琴鸟虚影 看起来极为形似神兽凤凰 不过比起凤凰 还差了一丝神韵 金色琴鸟大口一张 喷出三道金色霞光 一闪而逝地 各自没入一颗金色圆球中 三颗金色圆球 立刻嗡嗡之声大响 无数金色符纹从里面飞出 再滴溜溜一转 凝聚成密密麻麻 数十根金色圆钉 足有数百根 每一根圆钉都金灿灿 金银剔透 散发出强烈的法则气息 不过并非五行法则之力 而是一种诡异的腐蚀之力 腐仙钉 赵珠鸣脸色大变 正要做什么 不过已经迟了 去 火图一直点出 数百根金色圆钉 密密麻麻地飞射而出 并且飞快长大 变成一根根杖许大小的巨型钉子 表面浮现出一道道金色符纹 朝着流火杀阵周围的 九根赤色光柱中的一根射去 扑扑扑 数百根金色钉子 尽数定入了赤色光柱中 金色光芒在钉子上涌出 飞快在赤色光柱上蔓延 整根柱子转眼间变成金色 然后轰然碎裂开来 流火杀阵顿时出现一道缺口 赵朱铭脸色大变 口中发出狂吼 两手食指一阵车轮般转动 呼啦 缺口附近里的两根光柱 赤光大放 绽放出道道赤色霞光 朝着缺口覆盖而去 不过在缺口被覆盖的瞬间 一道身影从里面电射而出 一闪出现在赵朱铭身前不远处 一闪幻化出火图的身影 目光悠悠地看向赵朱铭 第965章 斩神威 赵朱铭眼中顿时一丝绝望 不过并未转身逃走 反而大喝一声 身上赤色火光大盛 身后莫地浮现出一头 巨大赤色火凤虚影 烈焰翻滚 去 赵朱铭低喝一声 一指迅疾无比地点出 火凤虚影立刻飞射而出 发出一声尖锐凤铭 凶狠地扑向火图 火凤大口一张 口中竟然长满森森牙齿 一道炙热无比 半透明的赤色火焰 喷射而出 打向火图 同时 火凤虚影大口 也紧随地一口视下 火图口中一声轻蔑冷哼 双手虚吐而起 扑斥一声 掌心浮现出 两团金色火焰 并且迅速变形 化为两条手臂粗细的金色火蛇 身体一牛 躲过半透明赤色火焰 嗖的一声 没入了火凤虚影口中 火凤虚影下扑的动作 顿时停住 然后身躯猛然膨胀开来 砰的一声炸裂 化为漫天赤色火焰 赵朱铭脸色大变 正要做什么 就在此刻 他身前金光一闪 两条金色火蛇 从漫天赤色火焰中 迅疾无比地飞出 一闪动穿了他的身体 赵朱铭身体被打飞了出去 小夫和胸口 出现两个焦黑大洞 口中鲜血狂喷 重重砸在地上 生死不知 火图冷哼一声 转头看向被天凤族众人 围困的金袍女子 身体飞射而出 一闪之下 瞬一般出现在附近 也不见其有何动作 大片金色金光浮现而出 凝聚成一只金色巨掌 狠狠拍在火镇之上 火镇轰隆一声 立刻四分五裂 那些圣街天凤族人身体大震 尽数口喷鲜血 维米倒在地上 瞬间没有了气息 他们不过是圣街修为 即便是火图随手一击的余波 也不是他们能够抵挡了 神魂直接被震散 身陨当场 多谢火图先将相救 金袍女子从火镇中飞出 有些惭愧地说道 白红也从里面飞出 口中道谢了一声 你去探一下那处秘境入口 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打开 火图说道 是 金袍女子连忙答应一声 飞射到坑底 挥手祭出十几间旗帜 圆珠 罗盘等法宝 飞快忙碌起来 火图转身看向半空 眼中冷芒闪烁 半空中的四人 都看到了下面的情况 神情各异 糟糕 彩儿眼神一变 拾目身外化身 表情木然 看不到神情变化 白皮和照剪 脸色却是一喜 火图冷吼一声 身体冲天而起 扑向石木的身外化身 他手中赤光一闪 夺出那个赤色折扇法宝 死 火图冷吼一声 一挥折扇 数百道赤色火刃飞射而出 将石木的身外化身淹没 轰隆隆 火刃爆裂开来 一阵猛烈爆裂声乍响 随即一具焦黑残躯 从半空落下 正是石木的身外化身 落在了地上 挣扎了两下 不动了 那柄血色残尖落在一旁 斜插在了地上 散发出淡淡血芒 似乎也被刚刚的爆裂 伤了灵性 火图仙江神通无量 佩服 照剪眼见和他纠缠了 许久的石木分身 竟然被一击溃白 眼中闪过一缕金色 口中说道 火图淡淡一笑 没有回话 转头看向彩儿 彩儿身体一僵 下一刻 口中发出一声嚎叫 抛下了白皮 双翅一盏 朝着远处飞顿而去 想逃 休想 火图大喝一声 手中折扇法宝一挥 扑扑扑 数百道火刃 再次密密麻麻地飞尸而出 朝着彩儿铺天带地的席卷去 速度之快 转眼间便追上了彩儿 彩儿亡魂大冒 全身呼啦一声 浮现出大片绿色火焰 速度立刻大增了近乎一倍 比起身后的赤色火刃 还快了一丝 拉开了二者的距离 哼 火图冷哼一声 手边金色火焰大胜 凝聚成一只金色火焰剧长 一挥二出 扑吃 虚空碎裂开来 金色剧长没入虚空之中 下一刻 彩儿前方虚空一下裂开 一只通体由金色火焰 所凝聚的剧长凭空出现 朝着他抓射而来 眼看便要将其抓住 就在此刻 一声爆裂轰鸣 从下方传来 赵竹鸣生死不知 流火大阵移出阵法根基被毁 大阵此刻已经停止了运转 坑内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坑底陡然浮现出大片赤色光芒 凝聚成一个赤色光门 一个身形魁梧的人影 从里面飞出 火图脸色一变 手上动作一停 那金色火焰剧长 也微微停顿了一下 石头 彩儿眼中大喜 身体一扭 化为一刀绿影 以肩不容发之急 从火焰剧长中逃过 朝着那人影飞射而去 石头 你总算出来了 吓死俺了 差点没命 彩儿一头扑进了石木怀里 大喊大嚎地说道 有我在 没事了 石木轻轻拍了拍彩儿 然后将其放在肩膀上 抬起了头 眼中闪过一丝冷芒 坑底附近那个金袍女子 脸上一惊 身体倒射而出 远远离开石木 顾不得探查密经入口 石木没有理会金袍女子 朝着周围看去 外面的情况 顿时尽收眼底 脸色顿时一沉 一步踏出 身体从原地消失 下一刻 其身形默然横跨 百鱼杖距离 凭空出现在身外滑身旁边 就在此时 半空之中 一道赤色人影 飞射而下 正是火徒 他没有去追杀石木 而是直奔坑底 那赤色光门去 脸上满是喜色 不过他身体刚刚飞射而下 赤色光门呼得一闪 碎裂开来 消失无踪 火徒脸色一变 身体猛然停住 这才没有像之前一样 一头撞在坑壁上 另一边 赵俭双目死死盯住石木 脸色有些难看 石木给他的感觉 和之前又有所不同 气宁神故 整个人仿似脱胎换骨一般 甚至有种可与火徒比肩之感 难道他在天风秘境中又有收获 实力再次进步 该死 赵俭心中怒吼 石木对于周围的人 丝毫也不理会 挥手发出一片红光 拖起了身外滑身 眉头紧皱 身外滑身此刻几乎崩溃 索性里面的分魂并没有受到损伤 若是有合适的材料 还能修补 石头 分身是被那个红衣服的家伙打坏的 他还打伤了赵俊鸣 赵俊鸣现在伤得很重 估计再不救 很快就会死了 彩儿一只翅膀指着火徒 告状般地说道 石木闻言 挥手将身外滑身收起来 朝着赵俊鸣看去 赵俊鸣身上破裂了两个大洞 全身是血 不过还有气息 只是气息在飞快减弱 哦 还没死透吗 哼 火徒此刻从坑底飞了出来 脸色很是难看 听闻财儿的话 顿时冷哼一声 单手一挥 手中折扇法宝 鸿芒大圣 吃吃吃 百鱼道赤色火刃 如疾风骤雨般飞射而出 朝着赵俊鸣电射而去 速度极快 几乎一闪 便到了其身前 赤色火刃虽然快 但是有人更快 赵俊鸣身前虚空一闪 石木身影凭空出现 嗡的一声 石木双木赤芒一亮 身上赤色火焰大圣 然后飞快膨胀开来 瞬息间形成一个 十几丈大小的赤色火焰领域 将赵俊鸣笼罩在了里面 火焰领域比之前大了不少 而且看起来也完整了很多 领域刚刚张开 那些赤色火刃便飞射而至 轰隆隆 百鱼道火刃 狠狠斩在赤色领域之上 然后猛然爆裂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爆裂的火焰将石木淹没在了里面 干掉了 白红眼见此景 兴奋地大叫了一声 不过他很快发现 在场之人除了他 没有一个人说话 顿时信心住口 没想到 这么快时间 便能再次进阶 火徒脸色难看 沉声自语道 原本他对于石木的修为 还有些吃不准 如今奇异张开领域 竟接顿时暴露 赵检五官有些扭曲 死死盯着石木 心乱如麻 牙齿咯咯作响 石木的实力进展之快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白皮与白红 脸色也苍白一片 石木如今修为再次大涨 他们还如何和其争夺 弥天巨猿一族 白皮眼中浮现出一丝茫然 他背弃了一切 投靠天庭 这些是不是全部错了 滚滚火焰很快飘散 露出了石木的身影 他深周的赤色领域 丝毫无损 绽放出道道红色光芒 领域之中 石木两手挥舞 一道道碧绿青光 从他手中飞出 融入赵竹铭体内 正式九转玄弓木之力 赵竹铭伤口附近的肌肉如动 飞快长出新的肉芽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两个大洞竟然在几乎呼吸间愈合 赵竹铭身体一颤 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朝着四周看了两眼 很快明白了此刻的情况 多谢石木盟主救命之恩 赵竹铭站了起来 朝着石木躬身行了一礼 举手之劳而已 赵长老不必客气 石木白手说道 赵竹铭目光炯炯地看着石木 正要询问秘境里的情况 就在此刻 两人上空陡然浮现出大片金色火焰 火焰之中一个身影浮现出 正是火图 日焯 火图大喝一声 两手挥舞 无数金色火焰汇聚到了一处 凝聚成一个母许大小的金色太阳 随着火图的手势 狠狠撞向了石木所凝化的领域 第966章 大逆转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山谷之中 一红一金两色光芒 不时上下翻飞 时而交织在一起 疯狂地彼此冲撞 掀起一阵阵狂暴无比的气流 席卷整个山谷 所过之处 山风崩裂 河谷填平 狂风肆虐 目不适物 赵检等人急忙飞到半空 远远避让开来 目中满是惊骇之色 交织冲撞的两色光芒深处 石木的赤色火焰领域顿时剧烈颤抖 眼看便要溃散的样子 不过他脸上却丝毫没有慌张之色 双目金光一掌 身上轰的一下 也涌现出无数金色火焰 这些金色火焰和火涂仙江的金色火焰不同 散发出一种高贵的气息 石木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在两侧如雨一般挥舞 带着一连串残影 金色火焰一阵汹涌翻滚后 立刻汇聚到了一起 凝聚成一头巨大火缝虚影 火缝虚影发出一声轻力长鸣 震翅飞扑而出 和火涂的金色太阳虚影撞在了一起 轰隆崩 太阳虚影立刻剧烈震动 表面炙热光芒扭曲震战 蹦射出一道道金色火光 竟敌不过火缝虚影的威力 眼看便要碎裂开来 这是涅槃凤燕 竟然被你融合了 石木 我要你死 火涂眼见此景 脸上顿时扭曲 发出疯狂的怒吼 石蒙主 赵珠鸣脸上也露出震惊的神色 看向石木的眼神有些复杂 接下来的大战 我无法顾及你们 你们两个先离开这里 石木开口说道 肩膀一抖 发出一股柔和力道 将赵珠鸣和彩儿远远送了出去 随后其心念一动 收起了火焰领域 朝着火图看去 这个领域实在太消耗真气 如今对手可是天庭仙江火图 同样是一名实力强大无比的神经中期存在 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此刻的火图早已失去了先前的镇定自若 双目如玉喷火 两手如车轮般掐绝 全身火焰大圣 火光中隐隐浮现出一只巨大火情怪鸟虚影 这怪鸟有些形似凤凰 身下赫然长了三足 周身缠绕着金色火焰 双目隐隐有些血红 给人一种凶狠残暴的感觉 好 火图口中怒吼 两手挥舞 怪鸟虚影飞射而出 一闪飞入了金色太阳虚影中 金色太阳虚影顿时稳定了下来 并且飞快变化 很快化为一头巨大无比的金色三足怪鸟 可不得威压从三足怪鸟身上散发而出 赫然已经超过了神境中期的层次 隐隐达到了传闻中神境后期的境界 石小子 小心一点 这是太古凶兽三足金屋 这个红衣服的家伙 也是一名来历不小的上古妖族后裔 恐怕体内就拥有颇为精纯的三足金屋血脉 难怪他想要得到涅槃凤烟 只要吞噬了涅槃凤烟便能彻底激发三足金屋血脉 甚至将三足金屋进化出第四足 到时候突破这一界的屏障 飞升到上界 也不是不可能 水灵子的声音呼得响起 凝重无比 时目听闻此话 脸色微变 就在此时 三足怪鸟双翅猛的一盏 身形化为一道惊鸿的飞射而出 和火凤虚影撞在了一起 三足怪鸟 三只巨大爪子 猛然凌空一挥 三道足千丈长的巨大金色爪 影凭空浮下而出 狠狠抓在火凤虚影身上 轰 火凤虚影遭此重击 顿时被一下轰飞了十几里 时目脸色一变 连忙凝神操控火凤虚影 体内一道道火焰之力 兼不容发的飞射而出 融入火凤虚影中 火凤虚影周身烈焰一掌 立刻稳住身形 身形也随之凝固了很多 散发的微压更是节节攀升 扑扑 它大口一张 喷出数百个房屋大小的金色火球 每一个火球都散发出 强烈的法则波动 带着一条长长的火尾 犹如流星雨一般 迅疾无比地 狠狠打在了飞扑而来的 三足金屋身上 轰隆崩 这些金色火球 一下爆裂开来 化为滚滚金色火浪 顿时将三足金屋阵退了几步 火凤虚影双目火光一闪 发出一声长鸣 翻身和那三足金屋拼斗 厮杀在了一起 轰隆崩 一道道余波四散飞射 所过之处 山谷附近的山峰纸壶一般 轻易轰隆隆倒塌 化为无数碎石 转眼间 山谷附近被夷为平地 地形被彻底改变 赵检等人 连忙再次飞远了一些 彩儿和赵珠鸣也连忙后撤 免得被波及 石木虽然融合了涅槃凤燕 但是他体内并没有真正的天凤血脉 无法完全发挥出涅槃凤燕的威力 火凤虚影很快落入下风 被逼得不断后退 身上被抓住了几道巨大伤痕 脸色渐沉 不过心中并未慌张 石木 你虽然得到了涅槃凤燕 不过 你能发挥出它多少威力 哼 杀了你 我一样能从你身上 活生生将此凤燕抽取出来 火徒冷笑连连 两手挥舞 打出一道道法绝 三足金乌身上金色火焰翻涌 体型隐隐继续膨胀 散发出越来越强大的气息 将火凤虚影死死压制 才占了些上风 便认为自己赢了 天庭仙江也不过如此 石木冷哼一声 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一挥 嗖嗖 十二道赤色光芒 从他身上飞出 赫然正是十二面玄火帆 他手中飞快掐绝 十二面玄火帆 立刻绽放出道道光芒 散发出惊人的灵力波动 石木一直点出 十二面玄火帆冲天起 没入了天空的云层之中 不见了踪影 火徒眼见此景 脸色微微一变 心中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他猛地转头 看向另一边 尚处于鸡豆中的三足金乌 和金色火缝 眼角微微抽搐一下 金色火缝虽然节节败退 但是想要完全击溃 还需要不少时间 该死 火徒眼中一急 猛地咬牙 口中念念有词 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化为一道血光 融入了半空的三足金乌体内 与此同时 他眉心金光一闪 飞出一道金银金光 也没入三足金乌体内 火徒做完这些 脸色微微一白 三足金乌全身陡然金光大放 身体顿时变得凝实了许多 几乎化为了实体 威势大胜 尤其是其眼中 隐隐多了一丝神采 似乎多了些许灵智一般 三足金乌身躯 陡然火光大胜 一股狂暴之急的力量 从其身上爆发开来 朝四面八方席卷开去 金色火缝 一下被这股无形力量 震飞了出去 三足金乌双翅一盏 身躯飞扑而出 趁着金色火缝身形不稳 三只利爪如闪电般伸出 赫然一下抓住了 金色火缝的身体 三足金乌仰天 发出一声刺破天空的高昂丝鸣 全身金光大胜 三只利爪 狠狠朝外一丝 吃 金色火缝的身体 竟活生生被一下撕裂开来 分成三节 随即火光一闪下 轰的一声爆裂开来 化为漫天金色火焰 如雨般洒落 时目眼见此景 只是眉头一皱 随即便移开目光 口中飞快送念咒语 双手朝着天空 打出一道道法觉 漫天爆裂的涅槃凤燕 犹如受到某种力量驱逝 纷纷汇聚在一起 滚滚席卷而下 自形容石目体内 它身后金光一闪 再次浮现出一个火缝虚影 不过只有一人大小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涅槃凤燕飞射而下 火缝虚影也随之飞快长大 火图目光冷冷地看着石目 眼中阴力之色一闪 挥手打出一道法觉 三足金乌正翅飞起 巨大身躯朝着石目飞扑而去 就在此刻 一遍突生 天空云层陡然剧烈翻滚 一道道刺目红光 从里面战线射出 仿佛无数火红利剑一般 令人无法直视 红龙的一声 一道粗大无比的赤色火柱 从天而降 挡在石目身前 火柱之中 隐约能看到一面巨大火番 三足金乌由于速度太快 收手不及 一头撞在了赤色火柱上 发出一声巨大闷响 火柱微微一震 安然无恙 但是三足金乌 却被震退了老远 庞大身体亮呛了一下 连连扇动了几下翅膀 这才稳住 火图眼见此景 脸色突然一变 但为极其做出举动 一变再生 轰隆隆 一道接着一道赤色火柱 从天而降 赫然共有十二道 组成一个火焰笼子 将火图和三足金乌龙 罩在了里面 每个火柱中 都能看到一面巨大火番 表面灵魂忽明忽暗 周遭烈焰缠绕 翻滚不休 气势滔天 几乎是同一时间 石目身形一闪 飞出了火焰牢笼之中 面色肃木 口中飞快念念有词 打出一道道法觉 轰隆 十二根火珠火焰陡然大胜 掀起大片赤色火浪 火光阵阵 淹没了目光所及的一切 火图眼前一花 身体一阵头重脚轻 整个人已经出现在一个 到处充斥火焰的炙热世界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翻滚的赤色火焰 炙热无比的火浪阵阵 铺天盖地 没有丝毫剩余的空间 一连串的变化如吐起胡萝卜般 煞时间将现场局势来来的大逆转 根本没有给他丝毫反应的时间 第九百六十七章 展现 空间秘朔 火图脸色难看无比 幸好三足金屋 此刻还在他的旁边 让他脸色好看了一点 阁下不愧为天庭仙将 果然好眼力 不错 这正是我的十二兜天玄火大阵 就砍火图仙将是否能破阵而出了 石目的声音响起 不知从何处传来 火图听闻十二兜天玄火大阵的名字 心中一灵 似乎在哪里听说过这个阵法 不等他做什么 周围的火焰一阵涌动 凝聚成无数粗大无比的火焰箭矢 火图脸色微变 破空声大作 无数火焰箭矢微微一阵 然后尽数飞射而出 发出尖锐的声音 雨点般朝着火图射去 火图眼神一闪 身形一晃 赫然直接飞入三足金屋体内 三足金屋身周金色火焰顿时一亮 无数赤色箭矢飞射而来 狠狠射在了三足金屋身上 不过这些火焰箭矢 一碰到周围的金色火焰 还没有深入多少 便溃散开来 根本无法刺入三足金屋的身体 只是火焰空间之中火焰无穷无尽 那些火焰箭矢也不断生成 持续不断地朝着三足金屋飞射打下 仿佛在下一场无穷无尽的剑 三足金屋双翅一展 默然一个转身 就这么顶着无穷剑雨 朝着前方飞去 其双翅张开 速度快得惊人 只是不管它怎么飞 周围都是一片火海 似乎无穷无尽一般 不仅如此 周围的火焰箭雨丝毫不停 而且那些箭矢越来越粗大 此刻已经有十几丈长 仿佛一根根巨毛一般 狠狠刺入三足金屋的护体金燕中 金燕颤颤动不已 虽然仍然能将那些粗大箭矢烧化 但是比之前困难了很多 三足金屋双翅一展 巨大身形停了下来 目光朝着周围看去 眼神清澈 那种犀利目光 正是火图本人 竟然演化出这么大的空间 或者是这个阵法 有颠倒方位的作用 我一直在原地打转 三足金屋体内 是一片金色火海 火图站立在金色火焰中 喃喃自语 它随即冷哼一声 单手一挥 打出一道法诀 三足金屋大口一张 喷出一道粗大金色火柱 火柱一闪 化为一柄金色巨剑 呼啸飞射而出 刺向火焰空间深处 金色巨剑威力极大 周围的赤色火焰 发出刺啦啦的声音 瞬间不知被展开多少 不过金色巨剑 也被消耗了不少力量 光芒变得暗淡了许多 就在此刻 前方空间一闪 一只火焰剧长 莫德从里面伸出 一把抓住金色巨剑 哄咚咚 一个百丈高的火焰巨人 从空间中浮下出 两手抓住金色巨剑 猛然用力 咔嚓一声 金色巨剑碎裂开来 化为大片金色火焰 想要朝着火图飞去 不过被周围火海挡住 很快被通化 融入和火海之中 火图看到火焰巨人 脸色一沉 直到十二度天悬火大阵至此 才真正开始显露威力 与现在相比 前面的一切 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哄咚咚 火图身后虚空一闪 又是一尊火焰巨人浮现而出 一切还没有结束 虚空连闪 一个接一个的火焰巨人出现 一共足有十二尊 将三足精巫围在了中间 每一尊火焰巨人 都散发出庞大的威压 十二道威压联合在一起 几乎能将一切压别泯灭 三足精巫 虽然是火焰幻化的存在 此刻本能的 也感到一阵畏惧 三足精巫体内 火图脸色一变 十二道庞大威压 仿佛十二级重锤 汇聚在一起 狠狠轰在他胸口 火图闷哼了一声 被刚刚的威压震伤了神魂 身体往后退了一步 嘴角流出一道鲜血 下一刻 十二尊火焰巨人大口一张 十二道明皇火柱 从其口中飞射而出 正是昊天盛宴 只是此刻的昊天火焰 和平时颇有不同 呈现出一种晶莹的色泽 里面无数赤色符纹飞舞 威力赫然比平时大了很多 十二道火柱一阵变化 化为十二道明皇火刃 交错着朝着三足精巫斩下 火图脸色大变 两手挥舞 口中飞快送念咒语 三足精巫身上金色火焰陡然大盛 凝聚成一层金色护照 只是火图因为刚刚被伤了神魂 动作慢了一丝 金色护照刚刚形成浅浅一层 十二道明皇火刃已经轰然而至 一下斩掠了金色护照 随即十二道巨人 狠狠披在了三足精巫身上 三足精巫发出一声哀鸣 巨大身躯赫然被直接分尸 碎裂开来 然后化为大片金色火焰 火图身影浮现出 脸色铁青无比 十二尊火焰巨人 丝毫没有停歇 大口再次一张 明皇火焰再次喷出 不过这次没有形成火刃 十二道火柱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一片明皇火海 将火图淹没在了里面 轰隆隆 周围的空间发出巨大闷响 一股股强大无比的空间之力 席卷压迫而来 从四面八方朝着火图挤压去 不让其逃走 火图怒吼连连 想要飞射躲闪 但是周围的空间之力太过庞大 即便是他也无法抵挡 整个人仿佛掉进五顶泥潭最深处 活动了一下 不禁泛起一丝绝望 不过立刻便被驱除 大鹤一声 前身金光大圣 张开了火焰领域 抵挡住周围的浩天盛宴 十二火焰巨人口中 持续喷出一道道浩天盛宴 明皇火海越来越亮 飞快旋转起来 凝聚成一道道巨大火箭 火球等物 狠狠轰击在了火图的领域之上 若是寻常的浩天盛宴 自然无法威胁火图的领域分毫 但是这里是十二度天玄火法阵中 浩天盛宴威力大增 将火图的火焰领域打得不断颤抖 火图脸色越来越难看 但是他也有些身不由己 十二度天玄火大阵 威力太过厉害 四面八方的攻击朝水般涌来 若只是纯粹的火焰攻击 他还能抵挡一二 周围还有一股股奇异的热力渗透而来 蒸发着他体内的精血 领域也无法完全隔绝这股热力 火图竭力控制领域抵挡 一颗星渐渐沉了下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 火图的领域在周围铺天盖地的攻击下 缓缓缩小 从一开始的三十几丈 缩减到二十丈 十五丈 十丈 八丈 火图面红如血 身体皮肤干瘪 似乎体内精血都被榨干 只剩一具空皮囊 他大口喘息 眼中的绝望之色越来越浓 就在此刻 附近虚空人影一闪 一个青年男子浮现而出 正是石木 目光有些怜悯地看着火图 他单手一抓 手中喷出一道耀眼金光 翻天棍凭空出现 你既身为天庭仙将 威震一方 若这么被炼化致死 也让人叹息 我最后送你一程吧 石木淡淡说道 说着 他手中翻天棍金光大胜 瞬间变大十倍 化为一根金色巨棒 一圈圈金色法则波纹 从翻天棍上荡漾而开 轰隆一声 翻天棍化为一道 粗大无比的金色棍影 携带着无尽威势 打在了火图的领域之上 火图深周的金色领域 剧烈阵战 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不过并未立刻碎裂 石木眉头一皱 大喝一声 身体滴溜溜一个旋转 再次挥动手中的翻天棍 呼呼 受到粗大金色棍影 狠狠轰击在领域之上 金色领域这才碰的一声 碎裂开来 金光消散 现出一个一人多高的白色弹性光球 正是火图的九天悬刚照 火图此刻站在里面 目光看着石木 虽然皮肉枯狗 但是脸上此刻 却露出丝丝冷笑 哈哈 我明白了 石木 你现在真气也不足 无法支撑这座大阵运转 继续运转 所以才这么急着干掉我 不过你休想得逞 火图冷笑连连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道白光 从他手中飞出 融入白色光球上 九天悬刚照越发稳固 绽放出异议白光 石木脸色一沉 正如火图所言 他此刻体内真气 也已经见底 无法继续支撑大阵运转 不过 石木抬起头颅 目中金光一闪 口中念念有词 其身体立刻白光大放 刺目的光芒 将他的身躯尽数淹没 一阵低沉的吼声 从里面传出 白光之中 他的身体飞快胀大 体表长出白色毛发 一块块巨大结实的肌肉浮现出 转眼间完成了盘舞巨猿变身 化为一头千丈高的白色巨猿 只是此刻的巨猿 和以前大有不同 赫然多出了一个赤红头颅 肋下也长出了两条粗壮之极的手臂 巨猿体表浮现出一道道银色符纹 比以前多了数倍 隐隐形成一枚枚巨大鳞片 散发出令人战力的威压 仿佛魔神之躯 翻天棍此刻也变成一根千丈菊棒 一波波浩大的金光扩散开来 金光中无数金色符纹狂闪 九天玄刚照之中 火徒眼见此景 眼中闪过一丝亥然之色 双手猛地按在护照上 体内残存的真气 尽数蜂拥而出 白色护照立刻增后了小半之多 白色巨猿嘀吼一声 手中翻天棍一挥而下 打在了火徒深周的九天玄刚照上 翻天棍一挥之下 火海中被划出一道掌布箭头的巨大划痕 被一下一分为二 咔嚓 坚固无比 几乎不可摧毁的仙剑秘术上 先是浮现出无数裂纹 然后寸寸碎裂开来 翻天棍丝毫不停 金光淹没了火徒的身体 棍身位置 恐怖的气劲 便将火徒早已伤痕累累的身体搅碎 砰的一声爆裂开来 神魂也没能逃出 化为了最微小的颗粒 第968章 替身玉符 阵法空间之外 赵检 白皮等人远远站在山谷远处的虚空 神色各异 山谷上空此刻 被一片犹如汪洋般的赤色火海所充斥 熊熊燃烧 阵阵常人无法忍受的滚烫热浪 虚空都被炙烤得扭曲起来 闷雷般的隆隆声音 在里面此起彼伏地乍响 不时有一道道恐怖的气径 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赵神将 我们是否要助火屠仙将一臂之力 那个金袍女神将看向赵检 有些迟疑地问道 白红看了金袍女子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讥讽 冲进火海 恐怕还没有见到石木和火屠二人 就已经被余波绞杀了 这个火海看起来是个空间阵法 想要进去恐怕不易 且火屠仙将和那个石木 实力远在我们之上 我们进去 非但帮不了火屠仙将 恐怕还会成为他的负担 赵检没有开口 一旁的白皮却神色凝重地说道 我们在此干等着 也不是办法 对了 不如将石木的只鹦鹉灵虫 和赵忠明抓起来 咦 那只鹦鹉和赵忠明呢 金袍女子说道 呼地轻移了一声 朝着周围看去 火海附近 彩儿和赵忠明的身影 不知何时消失无踪 不好 要将他们找出来 金袍女子脸色一变 喝道 不必了 鹦鹉和赵忠明 只是小角色 关键是火屠仙将和那个石木 所有人都留在这里 不要离开 赵检面色阴沉 说道 金袍女子 白皮等人互望一眼 没有动 赵检翻手 取出一块鲜品零食 恢复体内消耗的真气 目光看着赤色火海 眼神闪烁着复杂难民的光芒 虽然不知道 火海里面石木和火屠的胜负 不过不管谁胜谁负 另一方肯定元气大伤 若是火屠仙将胜了 自然不必说 即便是石木获胜 布下这么一个大阵 对于真气消耗定然极大 三名神经大能 难道还对付不了 无论如何 他也要抓住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将石木这个宿命中的 心腹大患给抹杀掉 赵检心中这般想着 眼中光芒越来越亮 就在此刻 赤色火海呼的一阵 然后诡异地飞快缩小起来 赵检等人面色一惊 目光纷纷朝火海中央望去 之间火海中央 掀起一道十余丈高的火蛇 接着火蛇溃散 从中浮现一个模糊人影 人影渐渐清晰 却是一个面色苍白无比的青年男子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石木 火屠仙将败了 白皮 金袍女子脸色大变 就是现在 出手 将石木斩杀 赵检大喝一声 身形电射而出 挥手将手中银色战己投掷了出去 破空声响起 战己光芒暴涨 化为一条数十丈长的银色独角怪龙 朝着石木张牙舞爪扑去 金袍女子微微一震 随即立刻反应了过来 身体紧随着飞扑而出 白皮眼中闪过一丝不明所以的犹豫 但旋即身形电射而出 紧随着金袍女子而去 荧光一闪 那头银色怪龙率先飞到石木附近 一张大口 密密麻麻的银色风 认顿时暴雨般飞出 铺天盖地朝着石木打去 石木眼神一扫外面的情况 瞬间明白了赵检的意图 他冷哼一声 单手一抓 翻天棍浮下而出 挡在身前 一阵金光从翻天棍上散发而出 凝聚成一面淡淡的金色光盾 一阵雨打芭蕉的声音传来 密密麻麻的银色风韧打在金色光盾上 光盾表面一阵颤抖 金光闪动下 将银色风韧全部挡了下来 紧接着 银色怪龙飞到石木身前 怒吼一声 一只巨大龙爪狠狠抓下 石木冷哼一声 左臂浮现出一道道银色符纹 然后一个模糊 一拳轰出 和巨大龙爪撞在一起 两个完全不成比例的手掌撞在一起 发出喷一声巨响 附近虚空一阵扭曲 嗡嗡作响不已 石木身体笔直站在原地 动也没动 但是银色巨龙庞大身躯 却直接倒飞了出去 那只前爪赫然直接碎裂开来 好巧不巧 银色巨龙被打飞的方向 白皮和金袍女神将 白红三人正飞扑而来 却迎面飞来一头银色巨龙 三人速度本就极快 再加上银色巨龙倒飞而去的速度 根本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转眼间便撞在了一起 三人脸色大变 仓促之间 只来得及放出护体光圈 便被银色巨龙撞飞 朝着远处翻滚着飞去 几乎在石木一拳击出的同时 其身后虚空一闪 赵俭身形浮下出 手中多了另一杆银色战机 闪电般刺向石木后心 此刻的他 嘴角微微翘起 只听坑的一声金铁交击的巨响 石木迅极无比的转身 翻天棍挡住了银色战机 赵俭身躯大阵 被阵飞到了十几站外 石木本人脸色一白 也往后退了几步 这才站稳 赵俭脸色一松 石木果然到了极限 刚刚击飞银色巨龙 应该是最后的力量 他身体一转 正要再次飞坡上 石头 就在此刻 一道彩影从远处飞射而来 一闪便到了石木附近 正是彩儿 其双翼展开地挡在了赵俭面前 一道赤光紧随而至 却是赵朱银 脸色看起来还是很苍白 不过比起刚才好了很多 彩儿 赵长老 石木脸色一喜 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恢复些许元气就行 石头 这里交给俺们 你先恢复真气 彩儿仰头发出一声高昂肩鸣 身躯飞快长大 转眼间化为一头 数十丈大小的七彩剧情 赵朱银也点了点头 两手挥舞 十几个赤红金球飞射而出 表面红光大盛 凝聚成十几朵赤色巨花 每一朵都有房屋大小 滴溜溜旋转 隐隐组成一个阵法 将他自己和石木笼罩在了里面 石木立刻翻手取出一块鲜品灵石 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体内真气 赵简眼见此景 心中又惊又目 他刚刚明明用神石探查过 方圆数千里内 根本没有彩儿和赵朱银的气息 以为他们逃跑了 所以才没有理会 他们这是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大喝一声 身体立刻飞扑而出 全身浮现出红白两色火光 手中银色战绩也光芒大盛 隐隐凝聚成一道龙形虚影 朝着石木刺去 休想打扰石头 你这三眼丑八怪 先管这一怪 彩影一闪 彩儿凭空挡在石木身前 大口一张 喷出一大片绿色火焰 绿焰滚一涌 凝聚成一面 极厚的绿色火焰盾牌 咔嚓 赵简的银色战绩刺在绿焰盾牌上 立刻深深刺了进去 不过刺路超过半丈便停了下来 显然绿焰盾牌的防御 也非同小可 他大喝一声 银色战绩光芒大放 手臂一抖 战绩顿时将绿焰盾牌 斩成两半 正要朝着石木再次攻去 前方陡然浮现出 数十团房屋大小的绿焰 铺天盖地打来 彩儿口中不断喷出一团团绿焰 完全不在乎消耗 赵简大怒 不过绿焰非同小可 散发出阵阵阴寒气息 不敢小事 只得连连躲闪 意识无法靠近石木 另一边 白皮三人也再次飞了过来 疯狂轰击赵朱铭的赤花法阵 不过那个银色巨龙并未出现 不知是否是被石木那一击 打回了原形 只是 那赤花法阵防御力相当了得 任凭三人如何狂攻 一时也无法攻破 赵简心急如焚 怒吼连连 各种攻击狂风暴雨般打出 彩儿实力原本便不如赵简 全凭毫无节制地喷出妖火抵挡 很快体内妖火便用尽 全面落入下风 处境危险无比 滚开 赵简怒吓一声 战继横扫 一片银芒将踩阵飞 他身形一晃 出现在赤花法阵旁边 手中战己绽放出营 白 红三色光芒 一闪凝聚成一柄百丈大小的 三色战己虚影 仿佛擎天巨人一般 他大喝一声 手臂一挥 擎天三色巨人 毫不留情地 狠狠斩在赤花法阵之上 咔嚓 赤花法阵终于被斩破 碎裂开来 露出了赵忠明的身影 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身上气息再次飞快衰落 赵检丝毫没有理会赵忠明 眼中金光闪烁 朝着周围看去 寻找石木的身影 只是不知为何 石木的身形 竟人间蒸发了一般 哪里都没有 别找了 我在这里 一个淡淡的声音 从赵检背后传来 赵检大害 闪电般转身 只是 他身体刚刚转到一半 胸口一痛 一只手掌从他胸前探出 上面满是鲜血 捏着一个还在跳动的心脏 石木紧贴着赵检的身体站立 眼神冰冷 五指猛然一捏 将心脏捏碎 不过就在此刻 赵检的腰间 一块白色玉符啪哒一声 赵检身体碰的一声 化为一团荧光 飘散开来 替身玉符 石木眉头一皱 喃喃自语 百于帐外的虚空中 人影一闪 赵检的身影跌呛而出 面色苍白如指 额头冷汗淋漓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他方一稳住身形 毫不迟疑地翻手 寄出一个赤色飞鸟形状的 长所法宝 身体化为一道赤色顿光 朝着远处飞顿逃去 一闪便到了数百丈之外 速度快得惊人 第969章 疏忽 想走 休想 石木冷笑一声 背后黑白光芒一闪 浮现出一对黑白双翼 立刻追了上去 不过他追出前 单手一挥 一道碗口粗细的金色火焰 从他掌心喷尸而出 正是涅槃凤焰 一闪化为一道金色火矛 投掷而出 金色火矛迅疾如雷 一闪之下 犹如顺一般 出现在白皮身后 白皮此刻正要转身逃走 感受到身后的炙热 面色一僵 但下一刻 其表情便凝固在了脸上 嘴巴半张 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金色火矛 洞穿了白皮的小富林海 将其死死定在了地面上 彩儿 这里交给你了 石木深隐没的话 为一道黑白虚影 朝着远处的照剑追去 只有声音鸟鸟残留 放心吧 彩儿双翅一盏 身形凭空出现在 那金袍女神 江河白虹身前 赵珠鸣翻手 取出一枚丹药服下 脸色气色勉强一阵 飞身出现在金袍女子 和白虹身后 和彩儿一前一后围住了二人 金袍女子和白虹脸上 露出绝望之色 地面上 白皮灵海被冻穿 口中鲜血蜂拥而出 已经没救 她眼中神采越来越弱 直至最后一刻 眼神深处 四露出无限悔恨的神情 金色火毛轰隆一声爆裂开来 化为一团金色火焰 将白皮笼罩 很快将她的身体化为灰烬 神魂也没能逃出 距离山谷数千里之外 两道顿光滑天而过 前面是一道赤色顿光 后面是一道黑白顿光 二者速度都是极快 几乎不相伯仲 彼此追逐 后面的顿光之中 石目眉头微皱 眼中露出些许意外 此刻她比赵俭高出一个境界 又施展出黑白双翼的顿数 竟然只和赵俭速度相当 看来赵俭先前寄出的 那个飞鸟长缩 是一件极为厉害的飞行法宝 她只恢复了小半真气 继续磨磨蹭蹭下去 真的可能要让赵俭逃掉了 不 此人必须要除掉 否则后患无穷 石目心底低喝一声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血光陡然从胸口浮现 然后迅速蔓延到全身 轰的一声 其身上燃起一层血色火焰 背后的黑白双翼上 也浮现出一层血光 飞顿的速度立刻大增 几个呼吸便赶上了赵俭 这是天火神体宫中 一门激发血海之力的秘书 能够瞬间提升身体潜能 代价也颇大 会燃烧掉不少精血 之后需要自己 今年累月地慢慢调养 才能恢复 我看你还能有多少替身玉佛 死吧 石目大喝一声 一掌劈出 哄 大片涅槃凤念涌出 在虚空中凝聚成一只 巨大无比的金色剧掌 朝着赵俭当头拍下 赵俭四感受到金色剧掌 带来的强悍压迫之力 大喝一声 双手在身前一个交错 全身上下立刻浮现出黑 白 赤 金 青 黄 蓝七种颜色的霞光 在身前飞快交织缠绕 眨眼间凝聚成一只 七色交织的巨大手掌 和迎面制的金色剧掌相撞 哄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七色剧掌一下碎裂 赵俭本人也被一股 无形距离震撼下 从半空狠狠拍下 砸进了地面 砸出一个大坑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死吧 石木身形一晃 出现在赵俭上空 一拳轰出 呼 大片涅槃凤燕 从他手中喷出 凝聚成一只金燕灼灼的巨拳 便要轰击而下 赵俭顿绝附近空气一紧 接着一股无法言喻的无形距离 漠然降临到身上 全身上下根本无法动弹分喉 等等 你杀我 就永远别想见到赵灵秀了 赵俭心中大急 呼得大喝一声 石木脸色突然一变 心念一顿 金色火焰俱全 硬生生停在了赵俭头顶 不足实障处 你说什么 他脸色陡然变得阴寒无比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赵灵秀在我的手中 你若是想见到他 最好别对我出手 一旦我死了 赵灵秀也活不成 赵俭眼神微松 脸上露出冷笑 从大坑中站了起来 拍打着身上尘土 慢条丝里地说道 你说笑儿在你手上 有何凭证 别以为我会因为你的一句空口白话 就会饶了你的性命 石木脸上神情一阵变换 沉声说道 赵俭眼角抽出了一下 淡淡一笑 翻手取出一物 扔了过来 石木眉头一挑 挥手发出一股红光接住 拉扯到身前 红光脸去露出半截青色镯子 镯子上还缠绕了一缕漆黑的长发 看样子应该是女子留下的 他脸色一变 这镯子赫然正是当年他送给钟秀的 之前天缝大典 有人拿了此物 将石木引出城 石木后来又将此物给了钟秀 钟秀一直贴身佩戴 没想到 此刻这镯子又出现了 镯子上的一缕 常发散发出淡淡的气息 清雅好闻 且极为熟悉 石木心情激荡 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深吸一口气 勉强压下翻滚的心绪 抬头看向赵俭 微微一致 赵俭此刻全身赫然被一层液体般的银芒笼罩 手中捧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银色圆球 液体般的荧光正是从圆球上散发而出 哪里逃 石木大喝一声 金色火焰巨拳猛然轰出 狠狠打在银色光球之上 银色光球剧烈颤抖 不过还是抵挡住了金色巨拳 赵俭口中念念有词 眉心一闪 浮现出一个银色树木 射出一道粗大荧光 注入手中银球之中 啪嗒一声 银球碎裂开来 无数银色符纹飞射而出 迅疾无比地在他身周 形成一个银色法阵 大片荧光从法阵中浮现出 笼罩住了赵俭的身体 石木 你我之间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下次见面 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赵俭目光阴冷地看着石木 冷笑一声 他话音刚落 银色光芒陡然大盛 他的身影从里面消失无踪 石木脸色有些难看 一时疏忽 竟然让赵俭逃掉 他脸上阴晴不定 赵俭还是其次 此刻他最在意的是 忠秀是否真的落在了天庭手中 石木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追上去 他反复地抚摸着那半截手镯 和缠绕在上面的发丝 心中又不禁有些疑惑起来 若是忠秀真的落在了赵俭他们手里 那么方才交战之初 赵俭就应该拿出这筹码来 即使不能让他束手就擒 也能大大扰乱他的心绪 此外 根据天凤族人所述 忠秀失踪时 应该是和赵玲龙 及赵玄姬二女一起的 有赵玲龙在 以其修为实力 若非先将出手 赵俭应该没那么容易得手 在联想到 当初天凤族圣女接任大典之前 他就曾被这只玉镯骗入陷阱 石木不由地越发 对赵俭所言之事产生怀疑 不论他怎么猜想都是枉然 眼下最重要的是 尽快重整天凤一族 将圣余的族人集合起来 这样一来 找到忠秀的几率也能大大提升 石木目光扫视了一下 已经千疮百孔的凤鸣鼓 飞身来到赵朱鸣身旁 赵朱鸣由于此前的重伤 再次陷入了昏迷 脸上气色不佳 不过索性 胸口和小腹上的伤势 得到了控制后 已无大碍 他毕竟是神境存在 这种程度的伤势 还不足以伤及他的生命 损失的元气假以时日 也能恢复过来 石木胸口处 一道光芒亮起 绿色小顶图纹浮下而出 一道绿色灵气 从中流转而出 顺着他的手臂 一直传到手掌 在掌心处凝出一片 带有浓郁生机的绿芒 其手掌轻抚在 赵朱鸣胸前 和小腹处的伤口上 那道绿芒 立即化作点点星光 渗入了他的伤口中 那活开的伤口 立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恢复了起来 片刻之后 石木收回手掌 又单手一扬 换出了自己的身外化身 身外化身浑身焦黑 踢表还在冒着丝丝烟气 看起来伤势不清 石木俯下身 将身外化身浮了起来 探手搭在他的后心处 掌心处亮起一团绿光 朝其体内汇入灵力来 然而鼓鼓灵力汇入之后 身外化身的伤势恢复 却并未如赵朱鸣那般明显 石木心之灵力 对身外化身的作用并不明显 只能让其凭借自身的力量 逐渐恢复 就在这时 赵朱鸣也恢复了意识 其胸腹处的伤口 也已经完全痊愈了 赵朱鸣看到石木 先是面露大喜之色 眼中甚至有些激动 但玄机突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一转 上下打亮了石木一阵 开口问道 石蒙主 你莫非 朱鸣长老 实在不相瞒 信得天凤族祖邻认可 我的确完成了涅槃凤燕的传承 石木坦然说道 石蒙主既得祖邻认可 传承我天凤族圣燕 也算是天命所归 而石蒙主击杀火徒 也算是为我们天凤一族报了仇了 此番大恩 赵朱鸣与天凤族 惧不敢忘 赵朱鸣躬身朝石木施了一礼 恭敬说道 石木连忙走上前去 将他扶了起来 朱鸣长老 不必如此 不接下来 你可有何打算 石木问道 第970章 珊珊来迟 族中遭此劫难 万年基业毁于一旦 族人死伤惨重 我也不知该如何收拾了 且先将幸存的族人聚集起来 待找到圣女和赵玲珑长老他们 再做打算吧 赵朱鸣叹息一声 说道 如此也好 我来此本 也是为了寻找秀的 就先留下来 和长老你一起 搜寻残余族人吧 石木说道 那就多谢石盟主了 赵朱鸣说道 不必 现在我们身边的人手太少 想要完成大规模的搜寻 几乎不可能 我看还是先联系 弥天联盟那边 让他们派人前来支援吧 石木摆了摆手说道 这个道无妨 我们天凤族的护心大阵并未全毁 即可凭此来联系到 尚在朱雀心上存活着的族人 赵朱鸣说道 说吧 他手腕一翻 掌心赤光一闪 出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 古旧赤色罗盘 其一手持着罗盘 另一手飞快掐动其法掘 口中也默默迎送着咒语 其 赵朱鸣口中一声轻贺 只见赤色罗盘之上的菱形指针 飞快转动 从罗盘周围的挂位上 转上一圈后 突然从中亮起一道赤色火光 化作一道巨大的火缝虚影 冲天而去 静直飞入了天云之中 石木仰头朝天空望去 就见火缝虚影 冲入云层中好一会儿之后 天幕深处 突然亮起一片红光 范围极其之大 几乎遮蔽了石木的整个视野范围 这片红光亮了片壳后 又重新消失不见 石木再去照朱鸣 就发现他的脸色很是难看 身子也是一副遥遥遇倒的模样 显然是重伤未愈又过度消耗灵力所致 朱鸣长老 你身上伤势不轻 我虽帮你修复了一部分 但仍旧不可大意 我们还是先回凤一城休养一阵 再安排其他事一把 石木说道 赵朱鸣闻言 点了点头 一行人飞升而起 朝着凤一城飞了回去 死灵见面 天穷深处 只有一轮血月固零零的高悬半空 洒下一片暗红色光芒 地面之上 一个宽大无比的幽深峡谷内 在血月的映照下 投下一片黑色阴影 峡谷之内 到处都是巨大的残缺腐尸和白骨 相互掺杂着 从骨口这一头 一直堆砌到了另一头 地面上碎裂的白骨 和腐尸身上的粘液混在一处 从尸山谷海的缝隙中流淌而出 真的一声响 一截黑色刀刃 从腐尸堆中猛然刺出 向着一侧滑开 一具浑身漆黑的骷髅武士 从中爬了出来 其身上铠甲残缺不全 显然受了不轻的伤 而在峡谷一侧出口处 一阵彩光闪烁 半具晶莹透明的骷髅 从腐尸堆中爬了出来 双手中还紧握着两柄金银骨刀 半撑着身子朝峡谷上方望去 只见在峡谷上方的一侧崖壁上 向上斜生着一棵七彩古树 上面荧光流转 彩霞缭绕 看起来十分美丽 而在七彩古树上 正已坐着一道鲜兽的身影 却正是燕罗 其身着衬体银甲 将玲珑身段完美衬托 及腰长发如同黑铺般 从身后垂落 在红色月光中 映出一种特别的光芒 显得有些妖艳 却又美得射人 然而 其此刻的脸色 却是异常苍白 连额头上的黑色莲花印记 都显得比平日淡了几分 在其小腹处 正有一道宽约三寸的伤口 破口很不整齐 看不出来是合物所伤 其上渗着绿色的液体 并始终缭绕着一丝黑色雾气 看起来很是诡异 燕罗手腕轻转 手上法觉掐动着 身下的七彩古树上 便生出一些藤蔓 朝着其小腹处的伤口上 覆盖了过去 思思一阵轻响 那些藤蔓在触碰到 上空的一瞬间 顿时像是被烧灼一般弹了起来 上面冒出阵阵白烟 不过 那些藤蔓 也只是稍稍退却数寸 而后又朝着伤口探了过去 如此反复了数次之后 数十根细小的藤蔓纷纷纷哭死 而剩余的藤蔓 却是猛地冲了上来 将那道伤口完全覆盖了进去 思思思 一阵白烟生腾 将燕罗的面目 都遮映得有些模糊不清 但仍能看到 其因疼痛而紧促的眉头 片刻之后 白烟散去 燕罗目光下扫 朝着峡谷中望去 峡谷最深处的 那三具体格最为庞大的腐尸 在一个时辰之前 还是三具神境层次的死灵生物 此刻却已经全无了生息 燕罗的目光 在一具湖面僵尸身上停留了一阵 眼中浮现出一丝厌恶神色 连番征战之后 终于解决了这些麻烦 山谷之中 除了重伤的午夜和半死的笔灵 曾经数以十万计的死灵大军 现在也只剩下了区区不过千余人 一阵带着欣慰的风从峡谷中拂过 将燕罗额前的长发吹落 遮挡住了他的半侧脸颊 却遮挡不住他面上浮下而出的疲惫之色 午夜此刻也抬起了头颅 眼眶之中浑火跳跃 却是静止穿过燕罗 望向了天幕中的那轮巨大的血红圆月 峡谷之中 一片寂静 数日之后 凤一城 天凤族所处的那城 依旧是一片废墟 到处都是腿皮的威墙和杂乱的砖石 只是与数日之前相比 那些掩在废墟中的天凤族人的尸首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一座相对还比较完整的朱红大殿前 正围惧着许多天凤族人 虽然距离大战已经过去了些时日 但他们的脸上 却都还带着些劫后余生的惶恐 显然还没能从之前的劫难中缓过神来 大殿之中 只寥寥坐着不到十人 左侧的以赵珠鸣为首 全都是天凤族人 而右侧则只有石墟一人 大殿内的气氛有些沉闷 连一项活泼好动的彩儿 此刻都规规矩矩地趴在石墟尖头 一语也不发 珠鸣长老 现如今天凤族情形如何了 石墟开口问道 死伤者加之失踪者过半 幸存下来的不足五成 这几日间已经陆陆续续回到了凤一城 我天凤族此番元气大损 恐怕数百年内都无法复原了 赵珠鸣神色悲哀地说道 有没有秀儿的消息 石墟问道 除了赵毁那日所说的之外 便在无人见过圣女了 赵珠鸣叹了口气说道 对于这一答案 石墟并不意外 这几日以来 他带着彩儿几乎飞遍了整个朱雀星的每个角落 找到了不少天凤族人 却始终没能找到忠秀的半点踪迹 石蒙主也不必过滤 圣女和赵玲珑长老在一起 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多半已经离开朱雀星了 去了五颜星也说不定 赵珠鸣说道 石墟闻言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顿了片刻 又想起一事 最开口说道 朱鸣长老并非石墟心存思念 以天凤族如今的情形 实在不宜再固守朱雀星了 若是天庭再次举兵来犯 只怕天凤族就要蒙受灭顶之灾了 石蒙主的意思我明白 这几日里 我也和族中这些长老们商量过了 加入弥天联盟 的确是我等围京最好的选择 我等也都愿意如此 不过 赵珠鸣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显得有些犹豫 不过什么 珠鸣长老但说无妨 石墟说道 火徒等人虽放言称 已经残害了我族组长 但毕竟我等未曾亲眼见证 若日后万一族长重新归来 这是否加入弥天联盟之事 还要以族长之鉴为主 即便族长真的故去 日后一切也要由圣女来决断 赵珠鸣说道 珠鸣长老对天凤族忠心 拾目成福 就依掌劳所言 拾目说道 拾盟主胸怀宽广 弥族上下感激不尽 赵珠鸣连忙拱手说道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走进一个天凤族人 启禀长老 拾盟主 帝龙族族长敌燕 带大军资 那人公声禀报道 嘿嘿 他们这个时候来了 还真是时候 彩儿闻言 忍不住嘲讽说道 天凤族一众长老听罢 神色也变得很是难看 拾目撇过头 瞪了彩儿一眼 彩儿见状 心知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缩了缩头 不再言语 让他们回去吧 就说我们天凤族 高攀不起他们这样的盟友 赵珠鸣眉头紧簇 冷声说道 是 那名天凤族人应了一声 就要退出去 且慢 珠鸣长老 且先请他们过来 听听他们有何说辞 拾目将其拦下 开口对赵珠鸣说道 好吧 赵珠鸣闻言思量了片刻 说道 片刻之后 敌燕一脸蚕色地 带着庶民帝龙族长老 从外面走了进来 帝组长 你们来得可真是及时啊 我族中苦苦求援半月有余 不见你们前来支援 这天庭之人 刚一被石盟主击退 你们就到了 赵珠鸣一见敌燕 也不起身相迎 语气很事不善地说道 而坐在旗下首处的 庶民天凤族长老 也是神色愤然地看向敌燕 不只是赵珠鸣 整个天凤族 如今都已成精弓之鸟 对于作为盟友的帝龙族 迟迟不来应援 皆是感到十分恼怒和失望 此言诧异 珠鸣长老切莫这么说 我帝龙一族 也是无可奈何啊 当日我们收到你们求援消息时 就立即派遣族中 神境强者通过传送阵法 去往朱雀星 但随即就发现 朱雀星的阵法 已然被关闭 我心知朱雀星危急 刚一进入星海 就遭到了天庭大军的伏击 我们也损失惨重啊 迪燕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说道